大家好 我是阿柴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 苹果Mac电脑收到之后 如何查询保修时间 首先我们点击一下 屏幕的左上角的白苹果 选择第一个关于本机 在这个界面能看到序列号 双击序列号点右键 选择拷贝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上面倒数第二项 有一个支持 支持的左侧 有提示 叫有限保修 到期日期 2022年11月2号 这是一个查询方法 另外我们到它的官网 apple.com.cn 在网站的主导行 最后一个是技术支持 还是主导行 有一个搜索查询的图标 第一个是保修状态 序列号查询 把刚才复制的序列号 粘贴过来 然后输入下面的代码 如果看不清的话 可以刷新代码 点击下面的继续 在这个界面就可以看到了 这个序列号是 MacBook Air M1 2020版 这是序列号 电话技术支持是90天 到2022年的2月1号 维修和服务 预计到期时间是2022年的11月2号 苹果官网的售后是 整机质保一年 主要零部件质保两年 从激活日期开始 以上就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rchia 我们下次见 看到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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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